欢迎回到我们的每周360 在节目开始之前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然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节目环节 第一则新闻就是 BYD 的 Arto 3 在马来西亚限时降价 现在只需要13万令吉就可以入手 那么 Arto 3 是马来西亚最好卖的电动车 自从发布以来买的人是非常的多 另外这个车型分成两个版本 分别是标准版跟长续韩版本 那么现在官方进行了一个限时优惠 你现在如果买到2023年的库存车 原厂直接给你2万的折够 意思就是你在13万令吉左右 就可以买到一台P Plus 7的电动SUV啦 那么这个 Arto 3 有什么特点呢 如果我们以标准版来看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201HP 峰值扭力310Nm 可以在7.6秒完成0-100的加速 这样子的性能表现其实还不错啦 另外这个标准版本的 Arto 3 它的这个DC充电速度 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只有70KW 但是因为它的电池组比较小的因素 因此实际充电时间并没有相差太远 如果是各位想要买电动车的朋友呢 我觉得这款车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因为它的配备非常的丰富 像是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等等都有 第二则新闻同样也是中国的电动车 就是这个奇瑞的Omoda E5正式在马来西亚发布 售价不到15万令吉 Omoda E5其实是基于这个汽油版本的 Omoda 5打造的车款 也就是俗称的油改电 但是在外观设计的部分呢 它会比起汽油版更帅 而且内装的质感大大的提升 采用了这个蓝白装色的设计 看起来质感非常的好 除此之外呢 车机的处理器呢 也升级成了Snapdragon 8155处理器 它整体的这个流畅度呢 肯定会比起这个汽油版本好上不少 在这个电动机的部分呢 它同样的也是搭载的这个单电机的设计 最大马力表现201HP 峰值扭力表现340Nm 这样子的引擎输出呢 基本上已经可以媲美2.0公升的 涡轮增压引擎啦 那么它的0到100加速也是7.6秒 严格来讲并不差 至于在充电速度的部分呢 它支援的是9.9kW的AC交流电充电 还有80kW的DC直流电充电 官方表示呢从30%到80%只需要26分钟就可以完成 另外它的最大续航达到了430公里 其实以整体来讲呢 这辆车都会比起涡轮增压版本更便宜 而且现在买的话原厂还会给非常多的优惠哦 建议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展示厅 我很询问详细啦 第三则新闻同样的也是中国品牌 但是这一次就是这个内软机的车款 也就是Hava H6呢 确定在2024年第2季度登陆马来西亚市场 而且配备的是1.5公升的涡轮混动引擎 其实关于Hava H6呢 讲到进来马来西亚市场已经非常久了 但是现在原厂已经确定了 它会在第2季度在马来西亚发布 而且是以CKD的形式发布 那么这款车其实是一台C-Segment的SUV 目前在泰国市场还有在澳洲市场都卖得非常好 主要就是因为它的空间大 质感好 配备也很出色 像是这个Level 2的半重驾驶辅助系统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你都可以在这台车上面看得到 而它最大的特别之处呢 就是它采用了这个1.5公升的涡轮混动 其实涡轮混动在马来西亚还是比较少见的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239HP 风筝流率表现536吨米 你当当看这个数据都觉得它非常出色的对不对 那么它实际开起来动力表现也非常出色 我们已经开过了这台车 那么要等到原厂的保密协议结束之后呢 我们可以让大家看这个影片 所以大家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那么至于在售价的部分呢 预计这款车的售价会在15万令吉到16万令吉左右 老实话呢如果是以一款涡轮混动车款来讲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便宜的 那么大家觉得这个价格会有竞争力吗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第四则新款是Mazda的CS60呢 确定会在2024年下半年登陆我国市场 那么在之前CS5的小改款发布的时候呢 原厂曾经表示在今年他们会有两款新车 上半年主要的产品就是CS5的小改款 那么下半年就是CS64 其实CS60同样的 讲到马来马来西亚市场已经非常久了 但是之前因为疫情导致的这个芯片短缺 让这个车的产量比较少 所以原厂优先供应 日本澳洲还有这个欧洲市场 那么马来西亚市场呢 基本上肯定会在2024年的下半年发布 CS60呢是原厂首款采用后轮驱动平台打造的SUV车型 没有听错是后轮驱动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款车还有几大卖点 就是它拥有2.5公升的插电式混合动力引擎 还有3.3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3.3公升这个排气量非常的大 跟目前的Downside Turbo是背道而驰的 但是它带来的动力表现跟动力储备呢 是一般的车款所给不到的 所以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这款车 因为在欧洲等其他市场呢 给予这款车的评价还是非常高的 但是因为这款车主打豪华的关系 所以它的定位并不会太便宜 预计呢它的起步价会在22万令吉到25万令吉左右 其实对比之前的CS9的话 这款车的售价其实便宜了非常多 而且质感更为出色 但是让你花20多万令吉买Mazda 你愿意吗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最后个新闻同样对大马的消费者来讲可能是一个好消息 就是全新一代的Camry呢 预计会在今年的年尾在本地上市 全新一代的Camry已经在国外发布了一段时间 目前已经在北美还有中国市场上市 那么这款车其实还是采用上一代 SV70的平台打造 但是原厂进行的深度的优化 包括它的外观设计 包括它的内装设计 还有操控表现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另外还有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在北美版本跟中国版本呢 它的内装设计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 在北美市场呢 这个Camry的内装设计是比较偏向Toyota Crowd的设计风格 而在中国市场呢为了满足当地对大屏幕的需求呢 原厂重新设计的这个荧幕 包括了超大尺寸的荧幕 内建8155处理器 还有这个触控按键的设计 让这个中国版本的Camry呢 它的整体科技感会更为强烈 至于在引擎的部分呢这个新车的引擎选项非常多 包括2.0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2.0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2.5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等等的选项 目前在中国市场开卖呢 是2.0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2.5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那么我们就暂时还不清楚东南亚版本会使用什么引擎 但是我个人推测呢 2.0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大概率会出现在东南亚版本的Camry身上 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个上一代的Camry是在2018年的 吉隆坡国际车展做首发 那么刚好今年的年尾呢 也会举办这个吉隆坡国际车展 那么我们会不会在这个车展上面看到 全新一代的Camry在马来西亚首发呢 根据我们向原厂询问呢 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只是这款车会卖多少钱呢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美洲360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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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